在很多人眼中,明星出行都是豪车出入,保镖随行,但其实还是有不少明星非常接地气,幸运的话在公车,地铁上,遇到他们也不是什么稀奇事,比如发哥坐地铁,就被偶遇过很多次了。 不过最近割舍老郎却因为自己坐地铁被拍的而怒了,笑爬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,简直要笑出腹肌来了,都为这张著名的地铁照大家都看过啊,当时这张照片可是惊叹了一众网友啊,怎么看这个身材发福,头发西术的中年游泥大叔都不像是当年一气风发的都为啊。 虽然都为整个人死状态看不起大不如前,但有人却觉得他有一种超俗的仙气在,还拿出老郎坐地铁的照片来对比,反而同样是坐地铁,都为是仙儿,老郎是,没想到底下却有一网友评论,是瞎。 林明和豆薇同样都带着墨镜,豆薇被赞有仙气,自己却被吐槽瞎,难怪老郎气得怒发微博哈哈哈哈哈哈。 这条岛,下个微博,引来一波粉丝前来二位,老郎还傲娇表示自己正在磨刀,也是很逗了。 本来看到这小发已经嫩坏了,但没想到老郎的好友矮大姐,哎不对,高晓松也跑来掺活,发了一张自己搭成地铁时的照片。 只见照片里的高晓松在地铁上一只手扶着行李箱,另一手则拿着手机认真地看着,嗨,还真别说,自信晒照的高晓松出了脸上的依旧神思窝窝,这一看和气质似乎,还真比老郎好了不少,尤其是他这身材。 比起老郎,那是唯一啊,但这样的身材,长在这张脸的下却违和感爆棚,看得小八只想给他点拨一首李荣浩的布袋,不信小八就用自己捉猎的拼图计,竖给大家换个脸看看,换成小贝的脸,是不是顺眼多了,是不是毫无违和感。 小八想想也是替高晓松的身材感到冤啊,虽然他的脸长得不尽人意,但其实他的腿一直是腿蓝年系列,只是长久以来一直被颜值拓累,看着云橙的小细腿,不看连累能想到这是高晓松的腿啊。 没错,这图不是屁的,是高晓松真实存在的腿,看看高晓松威力不输生化武器的自拍照,再看他的腿,小八简直要凌乱了,希望高老师以后能指袖身材,就别发自拍了,说不定还能挽回一波被自拍吓跑的粉丝呢。 最后,转发海大姐妹腿,你就能拥有和高晓松一样的小细腿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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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